Microbit上面有一个温度的侦测的感应器 那它是在背面,在这个的背面 那我们怎么设定呢? 我们就让它不断的显示现在温度是多少 在输入里面有一个温度的值 那在基本里面,我们让它显示数字 那之前讲过,你要用显示数字 不可以用显示文字 因为温度的值,它是一个数字 那另外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它这边的温度并不是非常精确的温度 它只有到整数位 如果你要到小数位的话 那个精确值可能还不是那么足够 那这样子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选择把它下载下来 我们把它存进来 在下载里面就有一个Microbit温度 那我们把它复制 到Microbit的磁碟机贴上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是27 显示27度 大概27度 那我如何让它温度知道它温度有没有上来 那我们翻过来看一下 好,这边这一颗就是温度的侦测器 好,这一颗是温度这 那等一下我把手放上去 那我们来看它温度会不会上升 好,我们翻过来,还是27 当我的手碰上去 当我的手碰上去 碰上这个温度感应器 上面 好,你看到马上升高到28 好,32度 目前32度 那现在是为了让大家看到试验结果才这样子做 那正常我们是可能会采用别的方式 直接去碰出感温开关 那它也只能侦测室温 千万不要把它放到水里面去 这个基本上电子的东西是怕水 但是你倒是可以用一个热的茶 杯子装一点热水 那杯子的外面的温度是比较高的 这样比较快看出结果 好像要往下降剩下30 那这就是温度的侦测 那这就是温度的侦测